继三年前体验了TK850之后 名其的投影仪一直都是我们的不二之选 这回赶在TK860更新换代之前 OGDT提前体验了一个月之久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次有着诸多升级的它 给到我们最直观的使用感受 到底能不能扛下2023年最顶投影仪的称号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这次TK860首次将HDR10 Plus支持到位 所以在大家还在追求HDR10以及杜比世界的时候 Google Play、葫芦、亚马逊、Apple TV、YouTube 以及派达蒙Plus这些流媒体平台 已经推出了对HDR10 Plus的支持 准备再次抢占今年的超清市场 那CAP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体验了一把 HDR10 Plus的神奇魅力 就像这种突然高亮屋内明暗对比场景 真的是变幻自如 观感更加自然 而不是每过一个场景就要遥控器调一条参数 通过调节动态光圈、灰度系数、HDR亮度这三个选项参数 即可瞬间感受到画面明暗的巨大变化 那咱们现在展示的就是盖里奇指导的《能约》这部电影 那观感上高亮、暗场、对比度都有了更身临其境的感受 坐在沙发上的这种景深感不言而喻 想必这就是HDR10 Plus带来的魅力 那相比较HDR10呢 它的静态的数据处理方式 HDR10 Plus 偏原的每一帧画面都会有自己的亮度 对比度数据 因此在很多场景中都会远超普通的HDR视频 那第二个提升的重点就是同意的亮度了 从原先的三千流明 提升到了三千三百流明 即便是拉开窗帘 在没有沙帘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看清画面 当然这个优势其实在上一代就已经有很出色的表现 不过在TK860上呢 还是能够在夜间室内开灯的情况下感受到亮度的优势 当然这次遥控器的设计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这次将众多专业参数积升到了遥控器的下方 终于不用像以前的遥控器一样 每次都需要经过繁琐的机器交互才能调整画面参数了 趁着孩子睡了 咱赶紧玩和PS5吧 相比TP850呢 在游玩PS5、FPS游戏 动作游戏 以及赛车游戏时高帧率的表现更为顺畅 那暗部提亮HDR效果呢也更加明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即便我们不使用PS5的4K60帧性能模式 依旧能够获得一个类似60帧高帧率的游戏体验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呢就得靠这台TK860拥有的升级版M1MC动态补偿功能了 任何标准的24帧电影或美剧以及30帧光追的游戏 都能瞬间变得像商场4K演示片那样丝般说话 所以说这个动态M1MC补偿功能在看片或者游戏中的体验 它的这个使用程度已经远超我的想象 实在是太好用太顶了 哦对了 忘了跟大家说 我们家这个客厅它是没有掉顶的 所以说这次860新加入的这个侧头功能相比较TK850只能垂直校正 对于小户型或者说是非专业配件支持的门槛可谓是低了不少 那短焦镜头3.75米的空间呢就能投出150寸 即便像我们一样侧头依然有着超大的可视面积 当然还有一点体验下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我家的一个蓝牙音箱Clipsed 3的二代 它是没有办法同时连接多个设备的 所以每次在PS5多媒体盒以及手机之间来回来去切换 都会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那这次升级的TRIVOLO双5瓦的音响 终于是彻底解决了投影机类音源的问题 和之前我用过的所有投影机相比呢 它的提升都是巨大的 总结来看呢 这次的新机TK860提升最明显的 当属这个支持HDR10Plus规格了 除此之外呢 它优秀的M1MC运动补偿功能 以及它的这个亮度的提升啊 TRIVOLO双腕音响 音质上的提升 以及它这个侧头功能的加入 针对于传统投影的这些痛点呢 我觉得这次的提升是改善非常非常大的 那今天正好也是赶上首发日啊 这个价格已经出了是15000块钱 相比到TK850贵了2000块钱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合适自己的机器 当然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告诉我 这台机器到底什么什么地方 让你觉得种草道了 或者说是哪个功能的缺失 让你觉得比较遗憾 应该不会选择 我呢也会收集这些信息 反馈给单Q的工程师 以及这个工作人员 OK 那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做得很好的话 点赞关注支持一波 OK Hope you guys like it 这一集是OG This is Malu 我们下期见 Peace up 这一集是 footprints开枫的